日本电视台19日报道 韩国统一教前世纪会会长郭定焕 当天在首尔召开记者会 并就日本前手下安倍晋三八日重担身亡一事 鞠躬道歉 郭定焕说 现在的统一教已经偏离正轨 我不认为对安倍之死不负有责任 对此由衷道歉 据报道 郭定焕称 统一教日本分部扮演的角色 就是征收信徒捐款的经济部队 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 但因为统一教的内部抗争 这种尝试未能成功 综合日媒此前报道 日本前手下安倍晋三本月八日遭枪击不治身亡 嫌犯山上彻也被捕后 在供述中称 他怨恨导致母亲破产的韩国统一教 并认为安倍与该宗教之间存在联系 日本朝日电视台17日播出 对一名统一教前牧师的采访内容 他称自己的工作就是敛财 组织高层对在日本的教会的年间业绩考核 可达10亿日元 同时他还说 统一教与日本政治及自民党之间存在联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